2020 2020的時候就是爸爸病情加重了 然後我們本來是打算回台灣照顧他 然後我還在打包行李的過程中 他就已經先離開了這樣 然後一直打算要回去澳洲 然後疫情的關係其實一直沒有開放可以入境 所以我就想到之前前男友的耳朵裡面有一個二結石 開始研究柴爾這個課程 結果沒想到我再去學的前兩天他就 就是他跟我說他背叛我了這樣 還是毅然決然還是去學了這個技能這樣子 就是人家說 去年的時候開始非常流行 其實是利用毛的不同的觸感 刺激耳道聽覺神經 然後你的聽覺神經就會比較敏銳 聽覺會感到比較清晰 我們還有一個是銀珠洗眼也蠻特別的 然後我們是幫助淚餡不要堵塞 比較不會容易眼睛痠痛這樣子 藉由定期大概每個月做一次的情況下 然後幫助刺激類餡 然後類餡如果不堵塞的話 其實眼睛就會保持濕潤這樣子 耳朱的話它是空心的蠟燭 它是用蜂蠟跟精油製成 所以就是它燃燒的時候會有負壓 會幫助代謝掉爐內的壓力跟身體的濕氣 我們還會搭配鼻腔護理洗鼻子 也蠻酷的 但是一整套蠻完整的課程 然後最後都會幫你做頭耳的按摩 讓人家說就是做頭耳按摩一次 等於你可以達到八次深度睡眠的效果 成為柴爾斯蠻開心的 很多客人來這裡之後 做完課程可以感到非常舒服跟放鬆 目前為止也收了蠻多學生的 那他們每一次給我的肯定 給我的回饋 我覺得是我最大成就感的來源 其實我目前短期的目標 是把講師這件事情做好 之後的話有想要擴大營業 就是也許我們可以做到像連鎖店 所以我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就是整合啦 可能可以做一個柴爾協會啊 因為台灣目前沒有正式的整書 可能訂定一個SOP 就是有考試的流程這樣子